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高低杠项目呢 中国队是有难度优势的 那么相对来说呢 美国的微博在难度上要比中国队要低 将近0.4 另一位选手Reisman 也就是目前排在第二位的美国选手难度更低 大概是在5.8左右 两位俄罗斯选手科莫娃和亚法纳斯耶瓦呢 是科莫娃还不错 高低杠是他的一个比较强的项目 难度基本和中国能够持平 但是他的队友阿法纳斯耶瓦呢 稍微要弱一点 他的难度大概和Reisman差不太多 上不了6分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在做赛前热身的日本选手赫剑洪子 赫剑洪子在第一项 高低杠就掉下气血 这次在女团决赛那么重要的比赛中 他也是高低杠自己最强的项目 掉杠 所以说难度和稳定是一个双润剑 赫剑洪子高低杠是他的强项 他资格赛中还在列在前三位进入了决赛 但在团体决赛和今天的